但是美日之间的这种分歧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美日之间的安全合作呢 启光兄我们先共同关注一个话题 稍后还要继续请教你 美国的驻日本海军官员Z2号透露说 美国的海军有两架先进的P-8A波塞顿海上巡逻机 已经抵达了冲绳的加首纳空军基地 美国海军发言人表示 首架的P-8A巡逻机呢 在前一天抵达将会在日本的主岛西方向的水域展开首次出行人物 计划将总共部署6架P-8巡逻机到加首纳基地 P-8A海上巡逻机拥有最新的雷达装备 配备反潜鱼雷还有反舰导弹将会取代 老旧的P-3猎户座反潜巡逻机 而且呢其飞行的距离更远 执行任务的时间也更加长 美国在日本部署新型巡逻机的计划 早在中国化射防空识别区之前就已经确定 而次序呢将会提高中国临近海域 侦察潜艇等舰船的能力 继续要请教一下在美国现场的奇光凶 因为刚刚我们听到在东京现场的莫方富先生提到了 日本之所以在不遗余力的在国际上造舆论 抨击中国化射东海防空识别区 其实是有它的政治目的的 是希望能够避开修宪 能够避开这个集体自卫权等等问题上 所这个隐藏的焦点 您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特别是关于美日之间的这种安全合作的问题 日本的这种策略能否走小呢 日本呢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呢中国和美国之间要想建立一个 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 这是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今年年初和奥巴马达成的共识 那就是中美之间呢要在大处招演大处招手 是要做大手比日本呢以为一件小的具体事情 在防空识别区问题上可以鼓动美国 还有中南亚各国一起借此建立一个反华包围圈 这是一种幻想 因为中美之间的最主要的问题 是经济关系问题 美国政府呢发行的攻占 中国拥有13000亿 而且中国的商品大量说上美国 中美之间的贸易呢和经济来往已经超过日本 将来还继续超过 所以呢美国考虑的是它本身的利益 不会因为日本以自己一个小岛而冒合中国冲突的危险 但是同时呢美国和日本是同盟国 美国不会因为和21世纪大国关系呢 而放弃和美国的同盟关系 所以美国是两手 一和中国建立21世纪大国关系 二承认和巩固日美同盟 所以呢日本就在这个两个大国之间关系中 要看清楚它自己的地位 所以呢中美是处于一个平台上 日本并不处于这种大国关系的平台上 所以日本今后会一再产生被出卖的感觉 同时呢它又会一再受到鼓舞 所以日本是一个怪圈 它应该从这个怪圈中转出来 所以日本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认清自己的地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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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